我们一起来称念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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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生死亦 祝愿同修 祝愿大德 大家晚安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继续来给大家学习 如何认识佛教 一般对于初学的 我们老师都会鼓励我们 一定要从认识佛教下说 虽然这个是一个基本对初学佛的人 但是很多事情呢 我们不能把它轻慢看过 我们一定要知道 释迦摩尼佛所讲的佛法 都是有高度的智慧 跟世间的宗教是不一样 这个我们一定要确认 首先我们一定要确认 佛陀的教育跟一般世间的教育 所谓的宗教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释迦摩尼佛所讲的法 就是高度的智慧 而且这个高度的智慧是什么呢 你看释迦摩尼佛所讲的一切法 都是饶着什么 都是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了 而且不是一般的离苦得了 是离就近苦得就近了 一般世间的宗教是做不到的 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所以你们今天学佛 不是一般人 学佛的人都有高度的智慧 那今天我们的智慧为什么选不出来 因为我们自己有病 我们本身有问题 所以你的智慧选不出来 再加上你过去跟佛结了一个很深的因缘 深或者上腾 今生又得人生 又遇到了佛法 今生又来学佛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认 说实在的 学佛不是那么简单 他真的有高度的智慧 不要认为 不要认为我的境界是华元以上的 是论元以上的 认识佛教不是我的份 但是如果你俩这个基本都做不到了 那其他主要不要免谈了 所以这个首先给大家先了解 认识佛教不是一般的 因为内涵讲的就是高度的智慧 好今天又跟大家来学习的 来给分析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程 什么课程呢 我们看下面的第一章 我们看下面的第一章 我们今天要跟佛 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学 今天我们要学佛 佛是指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的老师 那你要跟释迦牟尼佛学习 最重要的学什么呢 首先一定要学正觉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觉是觉悟 是指觉悟 但是这个觉悟不是一般 因为上面加上了一个字 叫做正 不一样 你再加上这个字 那真的是不一样 叫正觉 那什么叫做正觉呢 这个必须要跟大家来说明 花一点时间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人 聪明的人多不多 聪明的人多不多 很多 特别是现在的科学家 科学家相当聪明 你看现在科学的技术 日新与业异 天天的进展 天天的发达 天天进步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是科技的时代 如果你跟不上这个时代呢 总有一天你会被淘汰 还真的 所以很多现在老人家被逼着 没办法 以前 你看我们共修 来到佛堂 共修完回去 现在 你没有电脑 也不行啊 你没有网路 也不行啊 是被逼着 像师傅也是一样 天天被逼着 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小朋友 手机不会用的时候 小朋友会笑你 哎呀 年纪这么大 还不懂 还不如我们小孩 很多 像师傅常常遇到 妹妹的儿子 常常在笑我 师傅 你 年龄比我大 他们什么都不会 没办法 真的 你看那个日本 日本 日本最近呢 很多道场 试院里面 都有那个机器人 而且这个机器很 很现代的 这个机器人 他的像都是出家像 还有佛像 都是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呢 可以服务 也为你讲经说法 有什么问题 你能够问这个机器人 机器人能够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比方说你在家里 你在家里学哪一部经 看不懂 听不懂 或者你的心里很烦恼 心里很不安 你只要 打到他的那个号码 你就接到他的系统 他的系统呢 他就会跟你讲话 就好像我们就打电话一样 那个机器人呢 随着你在家里 他都会跟你打电话 会跟你视频 到现在这样的科技 以后我们出家里 可能会被淘汰 以后试验了 都是机器人了 你不相信 你试试看 真的 但是这个科技啊 如果不善用呢 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破坏 虽然他带来很多方便 但是他也带来很大的麻烦 真的 破坏嘛 去破坏这个大自然 比如说我们现在夫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夫妻了 你看 现在先生跟太太亲还是跟索基亲呢 想一想 现在你是想一想 你去观察 他一目了然 真的 你能够看得清楚的 一目了然 他的太太半天不回家 他有时候不在意 但是他的手机一不见了 发狂了 所以 虽然呢 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虽然科学记住进步发达 聪明的人很多 智慧的人的很多 你能说他不觉悟吗 你能说他没有智慧吗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哲学家 科学家 我们看下面的一章 哲学家 科学家 宗教家 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 都比一般的人 他的绝的能力 高明了几百度 几千倍 但是 但是 虽然 他们的高明 他们的知名度很高 比一般人 高明了几千倍 但是 佛陀不承认他 不承认他什么 不承认他是正觉的 他们的觉不是正的 佛陀不承认他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虽然他们很聪明很有智慧 但是他们的觉的能力 佛不承认 因为他们不是正觉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佛门里面正这个字不能随便来称呼的 换句话说 你不能随便给别人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那为什么他的觉悟不正呢 为什么他们觉得不正 不正在哪里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不承认 很简单 因为他的内心 那个烦恼未断 他的喜气还在 虽然很聪明 很有智慧 但是他的内心的烦恼未断 他的那个心不清净 他还有是非人我 他还有贪嗔痴慢营 他的内心还有贪欲 还有称慧 还有愚痴 还有傲慢 还有妄想 分别知着 再加上他的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心都不清净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 他那个觉的能力再高 说实在的 都不是正觉的 那正觉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你看我们现在念佛的人 很普遍 真正往生西方的人 多不多 不多 为什么呢 没有正觉 有一些人念佛 只是修一点福报 阿弥陀佛的福报不可思议 我来念阿弥陀佛 他没有正觉 所以 佛法 这个正觉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是指清净心 那个很重要的 正觉最主要的 你心有没有清净 那你的心清净 你显出来的 你那个智慧 你显出来 你那个觉悟 我们叫做什么 才是真正叫做正觉 正觉主要是从哪里 从你的心清净而显出来的 而你显出了你的智慧 你的觉悟 那个才是真正的 它不是假的 所以正觉 这个标准 在世间法 在宗教里面 它里头是没有的 只有佛教才有 不要说宗教 连六道的众生 都没有 而且六道的众生 都是学之学见的 为什么呢 没办法超越 今天你能够超越六道 沦为靠的是什么 你的正觉 你的清净心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也是一样 靠的是什么 清净心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 要学什么 释迦牟尼佛 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我们 首先你必须要正觉 为什么要正觉 因为只有正觉 众生才能够真正离苦的了 你没有正觉 你是没办法 刚才已经讲了 正觉是指清净心 今天我们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你心不清净 你往生不了 为什么 你还有执着 你放不下 你心不清净 你怎么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道理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在这个正觉的范围 你才能够真正离苦得乐 你没有正觉的话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法门 只是修点福报而已 它不是真正离苦得乐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念佛能不能成就 关键不在于别人 关注你的心 这个就是正觉简单 提醒大家 你心要清净 无论你修什么样的 你那个心你要清净 不被外面境界而所动摇 被外面的境界而所干扰 这个叫做正觉 今天我们众生得到正觉了 我们已经正觉了 得到这个正觉 在佛门里面 你是什么身份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那一章 你今天你已经正觉了 已经得到正觉了 在佛门里面 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这个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名称 在佛教里面叫名称 在佛门里面 有一个学位 而且这个学位是初级的学位 这个学位叫做什么呢 叫做阿罗汉 你今天正觉了 等于什么 等于你正的阿罗汉国了 阿罗汉国代表正觉 就好像我们现在 念书一样 念到了有一天毕业了 你就拿到了一个学位 比如说我们读大学 大学毕业了 你就拿到什么样的学位 邪式的学位吗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阿罗汉 阿罗汉菩萨佛 我们看下面 因为阿罗汉菩萨或者佛 是佛门里面 学位的一个名称 今天你正觉了 你就是阿罗汉 为什么这样做阿罗汉呢 因为你的烦恼 见识烦恼已经没有了 你那个贪嗔痴 的欲望也没有了 你那个人是非 人我是非这个念头 也没有了 你也不执着我 这个身体是我的 这个已经通通已经正德了 你已经突破了这个境界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阿罗汉 那菩萨是什么呢 下面会慢慢跟大家讲 这样明白吧 什么叫做阿罗汉 正觉就是阿罗汉 什么叫做正觉 他心清净 他没有贪 没有撑 没有慧 他也没有见识烦恼 也没有 这个是非人物 也没有这个 这个生 这个的观念 他心已经清净了 称为叫做什么 阿罗汉 那从这个地方啊 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从这个地方啊 我们一定要体会得到 佛陀的教育 跟我们个世间的教育 或者跟世间宗教的教育 他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哦 我们今天学佛到底要学什么东西 我们跟释迦牟尼佛要学什么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我告诉我们学真实法 什么叫做真实法 真实法就是指正觉了吗 那为什么要正觉呢 刚才已经讲过 唯有正觉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 而且这个决结的什么问题呢 就是刚才讲的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离一切苦得一切乐 他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 如果今天你真正学佛了 你把这个事实真相 你真的听话 依教佛陀的教诲 你真的离一切苦 你能够获得一切乐 真的 比如说我做一个分析了 比如说了 比如说我们看下面 你看我们这个世间 你看我们这个世间 有苦乐 对不对 有苦必有乐 有乐必有苦 在西方级的世界只有乐 没有苦 这个区别很大 你看我们这个环境 跟西方级的世界的区别 西方级的世界只有乐 没有苦 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 有苦有乐 有乐有苦 那从这个苦乐来讲 从那个最初浅的 最初的 或者从我们自己 现在这个本身来讲 包括我们自己本人在内 你今天所居住的这个环境 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得了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是苦 你能够避免得了吗 避免不了 你有求不得 求不得是苦 你有爱别离苦 爱别离苦是苦 你看那个师父过去 有看过一位老人家 他往生 他眼睛一直开着 你怎么劝他 都一直开着 他死得不甘愿 后来 去问了 他为什么舍不得 因为他最牵挂的 就是他的孙女 因为他孙女在美国读书 来不及回来 他的奶奶都已经走了 爱别离苦 真的 验真会 验真会也苦 你说 所谓这个叫做八苦交心 这八苦交心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这些苦都是饶着 你的周边 你的周围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离开他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他 你说苦不苦 很苦 佛法里面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离苦呢 有啊 那怎么办呢 佛告诉我们 你邪恶佛 你真正觉悟了 你真正觉悟了 你真觉悟了 这些苦啊 他就会离开 是不是真的 真的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 这个共修的 这些同修 有一些年岁的 大一点的 七十岁以上的 或者六十岁以上的 或者中年以上的 你学佛 可以不老吗 学佛 可以不生病吗 纵然你身上 有很多的疾病 如果今天你真正学佛了 你真正正觉了 你不看医生 你不吃药 你的病治人就好了 真的 其实呢 佛讲的真的有道理啊 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反省 包括我本人在内 这个什么道理呢 这个就是因为 他把事实真相的道理 搞清楚了 你不晓得 你的病是怎么来的 很多人不知道啊 这个病是怎么起的 这个病是怎么样发展的 病到最后结果是怎么样的 你晓不晓得 很多人都不知道 真的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通通知道这个事实了 佛告诉我们 人可以不生病 我看下面的 人真的可以不生病的 如果你把这个事实搞清楚 这个病是从哪里 为什么会有生病 为什么会有老 为什么会有苦 这个苦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 佛告诉我们 一切的病根都是从你的妄想而来的 从你那个心不清净的 从你的妄想 一天到晚 做什么 虎师乱想 教你老实念佛又不听话 教你好好念佛 又不老实 一天到晚虎师乱想 哎呀我这个痛 我难得痛 都是从你的虎师乱想 想出来的 所以啊 佛告诉我们 佛告诉我们 你一天你的妄想不断 神仙来到这个世间 都医不好你的病 就算神仙来了 或者过去的那个华陀 神医啊 神医到你的身边 过去那个秦朝 那个秦孝公 秦孝公都是在那个商鞅 商鞅同一个时代 今天秦国 秦始皇能够统一六国 谁建立这个基础的 秦孝公 秦孝公很了不起的人物 你看 谁在旁他生病的时候 在旁边谁来治他的病 华陀 神医啊 不是华陀 就是一种神医 是一个神医 你看 为什么他病是医不了了 天天想着他的病 所以如果你的妄想 妄想是指你的心不清静 如果心清静了 佛讲 你什么病都没有了 像我们今天所讲的 今天的六道轮回 生死轮回 这个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 他的根本在哪里 从妄想来的嘛 所以佛在华眼经啊 讲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程度 华眼经里面佛 曾告诉我们的 而且佛把这一句 把我们的病根 一语道破 真的耶 说实在的 佛讲得真的很有道理啊 你看那个海贤老上 一百一十二岁 从来不生病 你想一想 活得这么长寿 他从来不生病的 而且在他的那个年龄 一百一十二岁 还能够爬树 庚田 种地 挑水 做一些初工 一般的人都做不到的 不要说九十岁的老人 不要说一百岁的老人 连那个四十岁的年轻的 都做不到 你不相信你问那些年轻人 叫他去 庚田 种地 挑水 爬树 做不到啊 真的做不到 你看他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健康 什么健康 什么原因呢 心清静 他心为什么清静 天天阿弥陀佛不离心 把他的念头 心放在哪里 都在放在阿弥陀佛名号上 真的 所以他身体很健康 心健康 身体健康 只要你心清静 什么病都没有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反省 所以也是对我来说来反省 我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厂长生病 什么原因 胡思乱想 你把那个心放在阿弥陀佛 病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 你又相信的 所以 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知道 真的 只要你心那个清静 我们来看 那个 你去查一查 那个大藏经 你去查一查 我们看下面的 大藏经 你看那个大藏经 一展开 你去砍一下 你去查一下 哪一尊佛有生过病的 你去查一下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看过 哪一尊佛显得很衰老 没有啊 还有 你去看 哪一尊菩萨有生过病的 都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观世音菩萨生病 没有啊 没有啊 第三方菩萨 哎呦我今天感冒啊 我发烧啊 我打疫苗啊 哎呀我头很痛 没有啊 没有啊 你去看一下哪一部经典说 佛生病了 观世音菩萨生病了 没有 大知识菩萨生病 没有看得到的 为什么佛菩萨 阿罗汉都不生病 为什么佛菩萨 阿罗汉都不衰老 不但不老 他也不死 这个是不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说实在一点都不假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 没有别的 佛菩萨把这个宇作人生真相 已经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所以一切都是随顺自信的 所谓自然生态 一点都没有造作的意思 在里面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因为自然是最健康的 自然是最健康的 你也搞 搞到最后 到最后 不但身体不健康 会带来天灾人祸 你看现在这个科技发达 虽然很发达 但是你看 带来多大的严重的破坏 你看现在这个地球 我们现在所居住这个环境 已经生病了 他为什么生病呢 因为人不断地去破坏 你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疫情 不断地在变种 他为什么会变种呢 他跟着人在变化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这些疫情 他为什么一直在变种 你跟着人的心的念头在变种 如果你心清净的 这个容易处理了 你能够保住你的心清净呢 这些灾难你不会有影响的 真的 你不会有影响的 你看那个西方吉德世界 哪有一部经 听说阿弥陀佛那边有地震 没有 你看那个阿弥陀佛无量寿经 你没有没有看到 西方吉德世界有水 在有疫情 种种的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吉德世界的众生 都是好环保 都是搞环保的 那边的人都是搞环保 他没有破坏 为什么没有破坏 心清净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搞环保 因为我们不断的去破坏 所以病的根源 我们看下面 病的根源 所告诉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想 分别 食堵 而产生的 所以你要健康 你要培养你的清净心 这个清净心怎么培养的 从放下开始 你的心 你要培养清净心嘛 你要从你的放下开始 从这个手段 你慢慢去学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一句阿弥陀佛 遇到什么样的 不快乐的 一句阿弥陀佛 遇到什么样的烦恼 一句阿弥陀佛 你的心 真的 那个清净心就容易得到了 心清净了 身心健康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 最主要的要什么呢 要听话 有没有听话 没有啊 教他们来上课 哎呀 我很忙啊 师父 太多的工作 家里太多的事件 我要做 想尽办法找借口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市场 除了念佛 什么 什么更重要 没有更重要的 都是假的 你看你的人生 活在这个世上 长不过百岁 而且这个长 抵不过永恒 你说 到最后 你一样东西带不走 你何必看不下呢 何必看不下呢 所以你要听话 听话有福 真的 我就是好一个例子 真的 要听话 真的 人人不听话 会感召很多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 也会让我们 很大的障碍 让我们很烦恼 所以你一定要 保望想执着 把它去掉 回顾你的清净心 我们就知道清净心起作用 就是你的真实的智慧 就是你的真实的真正的觉悟 就是正觉 只要你这样 如果我们看下面 如果今天你的心不清净 但是虽然你有很聪明 你有智慧 佛福尔 佛福尔 都不会承认 你那个是正觉的 佛福尔 不会承认的 当你得到这个正觉之后呢 你就有能力超越生死轮回了 今天生死轮回你都超越了 你还会有什么病呢 什么病都没有 你都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 还有什么病啊 病是从无明烦恼来的 从你不清净心来的 六道轮回从哪里 就是从你的不清净心来的 你今天已经超越了 哪来有病了 没有 所以佛告诉我们 下面的那一场 生死解决了 你能够把这个生死解决了 我们的生活这个小问题 哪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 你生死都能够解决 你的眼前的这些的问题 都是小问题 难道解决不了吗 所以我们学佛 为什么叫做 你这一生当中 你就能够得到什么 真正的幸福 自在美满快乐的人生 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佛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 就是要什么 就是要要这个东西啊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接受 佛陀的教育 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这个才是真正所谓的 佛教是教育 但是 尊敬的这位同学大的 但是我们看下面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用宗教的心态来学佛 今天如果我们用宗教 不是用那种佛教的教育来学佛 说老实在的 说老实话 你这些东西你完全得不到 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 最大的离苦得乐 为什么得不到呢 因为宗教都是迷的 都是迷信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宗教都是迷信的 为什么迷信呢 你看宗教最大的都在讲求什么呢 两个字 哪两个字 情感 情操 情感在佛教里面 叫做什么 是迷信 它不是理智 它是迷的 所以宗教里头有一个观念 你越迷也好 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宗教你越迷越好 为什么宗教你越迷越好 为什么呢 这样你才是真正的 虔诚的宗教徒嘛 对不对 你越迷它 它越好 它认为呢 你是它的虔诚的 什么宗教徒 把你啊 拉得 抓得紧紧的 让你什么 让你跑不掉 你不相信 你先看看那个 现在的宗教 互相 拉信徒 对不对 互相 破坏 你是假的 我是真的 你要相信我的 甚至于 有一些宗教 比较 极端的 你不相信我 我会把你打入地狱 很有这样的想法 他要什么 他要你天天去拜他 天天去共敬他 天天去供养他 你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 我们现在很多 现在这个世间 这个宗教本来就是这个样的 很多就是这样的 互相排斥 互相批评 我才是真的 你才是假的 讲来讲去 到最后 没有真也没有假 自己都是假的 都是搞迷信的 但是佛法不是如此 佛法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是诗道 什么叫做诗道 口文来学 魏文王教 什么叫做口文来学 魏文王教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时间到了 下个星期再给大家分享 今天 简单给大家解释 说明 我们学佛所先的 第一个要做的 就是要正觉 正觉的意思 就是心 你要清净 心不清净 你学什么样的 佛法 只是跟佛 结个缘 修点福报而已 你得不到解脱 而且 没办法 得究竟乐 离究竟苦 换句话说 你没办法超越六道论位 因为佛法的目标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只有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呢 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就是超越六道轮回 你得不到 所以首先必须要从正觉开始 正觉就是修清净心 清净心从哪里修的呢 一句阿弥陀佛 看破 放下 慢慢 你就回复了 今天 简单 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下个星期 再来给大家 继续来学习认识佛教 顺便在这个地方 礼拜五 师父开始要给大家 洗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礼拜五 八点 八点十分 就是一个钟后 在回向之前 我们先讲地藏经 地藏经讲完 我们再来一起回向 才来念这个回向记 才来一起上轨 因为这个奖经的仪轨 应该要这样做 所以今天呢 我简单了 把这个如何认识佛教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学习 得到的快乐不是别人 都是你自己最大的利益 这个是我祈求大家好好用功 祝大家晚安 祝大家吉祥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我们一起来回向 我们一起来回向 请合掌 请合掌 这个地址 大家念自己的名字 愿意赐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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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学物 哭 此奖经功德 回向 回向 累秦 烟签 在主 往生 西方 极乐 净土 回向 虚空 法界 一切 众生 回向 世界 和平 大灾 大灾 化小 小灾 化五 敬 上报 四 从恩 下 祭 三 土 若有见闻者,洗法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晚安,晚安,阿弥陀佛。 荣耀请起立。 一拜。 起。 再拜。 起。 三拜。 起。 大众理谢法师,今天讲法,一拜。 恭送法师回聊。 阿弥陀佛。